我是趙浩康 歡迎你回到向選民報告的現場 那麼選舉完了以後呢 魚破盪漾了 對民進黨來說呢 黨主席請辭了 那未來的黨主席是誰 我們看呢這個 蘋果的民調 蔡英文請辭黨主席 那到底將來是誰 適合領導 不知道23.8 中生代接棒28.75 蘇貞昌37.39 現在10.05 當然這個民調 可能並不是一般的這個隨機抽樣 可能是一個電話 電腦語音的民調 這是參考而已 那換句話說 至少呢 將來就變成有三組人可以進逐 第一個就是中生代 一個是蘇貞昌 一個現場的人 或是他們的代理人 那斯保雄你怎麼看 我是這樣子 我剛好昨天就跟一個 哈佛大學的一個 專門研究台灣問題的 他是一個哈佛大學的博士 那麼也是跑常常來台灣 然後常常去大陸 他寫的本書叫做 台灣是精采的部分 裡面我看了一下還不錯 寫得不錯 他中文講得很好 有國語講得好 有台語也講得很好 台語也講得很好 一個美國人 他就講說 他奇怪 他說奇怪 你們台灣人 這麼怕民進黨 我看樣子啊 他那個兩岸這個樣子 他永遠選不贏 很奇怪 他的聲勢啊 民進黨的聲勢 都好強啊 票開出來 老實輸 這是老闆 我是學他講話理教這樣子 他對這個台灣就研究 還出了一本書 你想 而且他說他每次去中國海關的時候 去中國大陸海關的時候 海關看到這個 哎呦 你這麼了解啊 他說常常問他這個 台灣的情況 什麼之類的 所以他認為說 民進黨如果兩岸政策 還是不要求要控制的話 他認為是 一點機會都沒有 他不管你們怎麼弄怎麼弄 他說一點機會都沒有 他說台灣的命 根本就不用擔心民進黨 他也不會選舉 他老是奇怪 電視上怎麼把他講那麼厲害 就是這樣 就是我昨天也得到 最直接跟他對話 他一邊講 一方面講 講英文 講國語 講台語 他主要還是在 還是在非常的強烈 強烈指引說 民進黨這樣的兩岸政策 以後要隱私很困難的 他自大觀點 我有一個數字 從總統開放民選 過去五次選舉 民進黨得的票 從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第九任開始 彭明敏的時候 只有二十一趴 二十三趴 二十一趴 從二十一趴 當然那時候 有一部分民進黨支持李登輝 我有投彭明敏 你我有投彭明敏 對 我有投彭明敏 你是二十一趴之一 二十一趴 然後第二次陳水扁當選 三十九個百分點 對 第三次陳水扁連任 因為各種行政資源在手上 再加上兩顆子彈 五十點一多 比林戰只多0.2個百分點 也就是五十過一點點出頭 然後上次選舉 民進黨四十一點五五趴 這次選舉四十五趴多 所以你看民進黨五次選舉 只有一次是五十出一點點頭而已 那還是因為執政連任 再加上 才五十多一點 所以你仔細看 過去的五次 就這樣子 所以民進黨除非 他要讓人民信任 就是人民相信他 說這個黨 除了做在野黨 還能做執政黨 人民要相信他 有這個 有擅心盡盡的能力 有主導兩岸議題的能力 這兩個如果他 不讓民眾信任他 民進黨 民進黨就非常熱鬧 聲勢也很大 最後票開出來 就是差量 差量就是不能當選 我問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四次選舉 對民進黨 除了今年之外 我覺得之前 全部都是施政的 他都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因素 所以我比較個人 我不會從說 跟2008或2004年去比 那因為你這個比較 還要跟每一次 比如是大型的選舉 包含縣市長選舉 或過去立法委員的選舉 所以我認為其實 對於民進黨的支持度 今年其實是打回一個原型 我覺得這是比較 應該是這樣的一個比例 但是這個比例呢 還是不足以 讓民進黨去執政 那當然他有他的 關鍵上 他自己本身的問題 我想這幾天 他們自己也在做檢討 可是談到小英的問題 蔡英文我覺得 依照他個人 如果大家對這個人 別了解 我認為他絕對不是 輕心作態 就說我要辭 但是等著你們來 為留我 我再留下來 我覺得他不是 那他想要走 但是現在面臨的問題是 誰能接 我認為蘋果這個 調查 如果把蔡英文放進去的話 搞不好 蔡英文的比例還蠻高的 那也就是為什麼 這幾天的聲音 包含民進黨的一些 終生代 開始希望說 天王全部退掉 真的天王不要 這個老面孔 不要再繼續佔據在這裡 可是 派系爾虞我詐 這也就是大家 剛剛所分析的 為什麼 蔡英文還是被迫 要留到二月底 我相信這個各方希望 至少你幫我們做一個 這樣的過渡 要馬上攤牌 對對 那我覺得不管是 誰來接黨主席 哪一個派系 或許他真的要有一些 派系的力量 才足以讓他去接這個黨主席 那這個黨主席 因為大概 大概要兩年 才會有個大型的選舉 就縣市長選舉 那我覺得這次 比較不大容易再產生 像很多的立委補選 像上一次 那所以他應該可以 安全 比較安全的度過這一段時間 但是問題是 假設到2016 仍然是蘇貞昌 或者是謝長廷 這樣的老面孔的話 也許我們待會就會提到 國民黨2016的接班人選是誰 那我都會覺得說 他到時候啊 他勝選的機率會更高 因為除了這兩岸因素 如果民進黨還是蘇貞昌跟 謝長廷這樣的老面孔 2016又出現了 那下一次這個 知道國民黨接班人選 一定是新面孔嘛 那我認為他的勝選 機率一定更高 國民黨接班人選 等一下我們討論到底是誰 好那 到底蔡英文 有沒有可能 2016還出來選 另外呢就是 民進黨的黨主席 到時候下面到底 誰會出現啊 老師你怎麼看 是這樣喔 我先講哈佛大學的教授 那個 那是把他推崇了 我是覺得他沒有什麼學問 你也早就看到了 不是 不是 這個樣子 這個 nothing surprise 你知道嗎 你想 民進黨喔 老少你比他學問稍微好一點 你說他甚至還50出頭嘛 民進黨雖然目前不改的話 我剛才有講過 你第一個問題要先問自己 我要不要 執政 回來執政對不對 還是會做在野黨反對黨 我們其實問的方法不同 但是答案都一樣的啦 但是雖然他執政很困難 但是他距離執政也不遠喔 很近 也不遠喔 一路從20幾趴到40幾趴也不遠喔 那這個關鍵的 又回到我以前 我現在就不重講啦 就是國民黨沒有自己解套嘛 國民黨不用解套喔 民進黨 永遠有話講 但是 2016小英會不會回來 我覺得他已經煩了 我覺得他累了 而且如果2016回來喔 那怎麼辦 他如果選上了 他可能再連任一次喔 所以從2016還要再加8年喔 2016加8年 12年 加現在的4年是12年喔 這些天花多慘啦 我跟你講現在55歲的人 就變成67歲了 所以55歲以上的人 都反對 都不會贊成 你覺得怎麼樣 有沒有道理 所以你認為 2016 蔡英文不容易 對 不容易 不容易那 可是如果 按照你的這樣的解釋的話 那其他的終生代 也幾乎沒有希望啊 因為他反對蔡英文 他當然也要反對其他的終生代 我假設說 假如是賴清德 那開玩笑喔 我是蘇貞昌 我是謝堂亭 我如果還想選的話 我怎麼會讓賴清德啊 開玩笑賴清德也起碼可以做8年吧 對不對 我的意思說 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的話 賴清德冒出頭的話 這些老傢伙就完了 對對 所以我的意思 這個有4年的4時間 去醞釀嘛 去醞釀嘛 是啦 我說這個防堵 不是防堵蔡英文個人嘛 而是防堵任何的 新生代 或總生代 我先講一下 剛剛召阿哥你講的 民進黨這幾次的成長 我是必須要講 因為林卓水 我的前輩他寫了一篇 文章說什麼 陳水扁們應該怎麼樣 然後批判蠻重的 民進黨很多這種聲音 但是大家想想看 如果沒有陳水扁 那個39%變成42%的話 今天其實並沒有45% 基本盤是在陳水扁 手中確立的 不管你喜歡他 對 沒錯 好第二個部分 我講說 講在終生代的論調啦 今天被提名 被提出名字出來喔 除了那個什麼 四個 四大天王院長以外 他們有兩個特色 第一個是年齡 其實年齡大概50出頭 講真的跟這個 所謂四大天王 也沒差幾歲啦 你說用年齡切 好像也怪怪的 只是人家出道得早 甚至是從黨外時代 奮鬥到現在的 所以你說 他是因為資歷深 而說人家該退了 而不是用年齡化以怪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他們有一個共同特色 就是南部首長 或南部出身的 民進黨現在困難 就是說你沒辦法 往北部 中部以北走嘛 那如果你在找 南部首長上來 即使他再年輕 對於民進黨 下一階段的需要 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除了當事人 要考慮出來 整個黨也要想想看說 你後來都南部而已嘛 那你要算 你總不能靠 對 你總不能靠 王院長把那個 單一選區改掉 然後民進黨終於又回來了 那也來不及 也沒負擇啊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 說整個黨要想清楚 這兩年的黨主席 跟後面兩年的黨主席選總統 是不一樣的任務 那這個黨主席 你讓他選出來 可以民進黨 回到和意志的精神 不要走到07年之後的 義和團精神 我覺得這樣就大功一見了 不需要去考到人選 尤其說中生代怎麼樣 其實這些中生代真的 差四歲而已啦 四年後 如果蔡英文再回來 他也是60歲 跟現在他們不喜歡的 四大天王 又有什麼兩樣呢 我覺得這裡面有個很大的差別 我覺得很有意思 96年的時候民進黨大敗 那個時候 大家還記得 在民進黨內的黨內初選 是彭明敏跟許姓良喔 是彭明跟許姓良 結果呢 大敗 那個當然因素有很多 李登輝也新拿很多的本土票 許姓良在選後的時候 我記得他說了一句話 他就說民進黨 真的不用擔心 他民進黨不用擔心 李登輝 96年到2000年 就才四年而已嘛 然後呢 他們還有好多 這國民黨裡面還有好多 在過去出不了頭的人 他要消化 而這些人呢 都年紀已經大了 他那時候指的 就像什麼連戰啊 什麼這些人啊 什麼宋楚衣什麼這些人 你都年紀大 可是民進黨呢 戰鬥力呢 卻還是很強 所以呢到後來呢 這些民進黨 這些戰鬥力很強的人 他會帶領台灣 會帶領這個選民 那希望是朝向這一群人 然後呢 在96年敗選之後 民進黨的那個時候 新世代 那時候叫新世代 出來那個 鬥爭啊 黨內的人什麼段儀康啊 還有那時候鄭麗文啊 這些人 他們鬥的就是 是美麗島世代的那群人 其實是在替那個美麗島 辯護律師團 在鬥美麗島世代 可是呢就是說 你也沒有想到說 國民黨因為 誰知道國民黨在2000年會 敗選 2000年敗選 2004年敗選了之後呢 馬英九出來 他其實就把這些人 通通壓縮都 都下去了 都下去了之後呢 現在變成是說 因為我們看不到 在馬英九之後 當然有一些人 可是這些人呢 對於政壇來講 他反而相對之下 算是一個比較新鮮的面孔 可是民進黨這麼早的 在2000年拿下了位子之後 這8年大家把這些人看膩了 所以不是在於說 他到底是中生代 還是什麼 是屬於半中生代 還是什麼 陳菊都還是美麗島世代的咧 他這次也被點名啊 不是 而是在這些人把他 他覺得他膩了的之後呢 他不希望未來 這群人還在玩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誰會出來呢 我覺得其實 我是很贊成韻鵬的講法啦 就是說 有沒有一個人啊 就是說 你如果說你第一任的黨主席 是要講路線啊 講什麼 那就是有點類似 龔道伯這種角色 這種角色就不像謝長廷啊 也不像這個蘇貞昌啊 我覺得沒有人 那就是 老沈在回民進黨 沒有人 從回民進黨 龔道伯 從今天開始連署 你們連署幾十萬分 我就回去 世代交際 你說 世代交際 我們發動一個連署沈富雄回民進黨 你是龔道伯啊 第一任啦 你是在想什麼 你應該要快 一旦坐上了以後 就不頂大位了 就很難 不頂大位